第412集 悟空神话 隐婴儿 2023年11月24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今天呢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不过在开始之前呢 我还把昨天遗漏的细节给大家讲明白 那是作者特意写的 但是昨天我要说的太多了 这个细节我就没有说 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腾僧昨天小姐时候 她做的那首诗 就是死兔子邓小平 对西方邪神的数值报告 同时呢 这也是 她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自述 神仙呢 在这首诗里啊 直接给邓小平的一声 概括为啊 六个字 傻逼 玻璃 变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这句啊 魂如双饼 离沧海 雀似冰轮 挂碧天 双饼 冰轮 都是形容满月 饼上面挂满白霜 这是满月 冰座的轮子还是满月 那么 你把双饼 用拼音写下来 取第一个字母 是SB 就是傻逼 冰轮 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是BL 就是玻璃 玻璃代表了男同性恋 代表卖屁股的 看到了吗 傻逼和卖屁股 就是邓小平的传神总结 那么你看为什么 挂在碧天呢 碧天呢 你同样是取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是BT 这就是变态 这是神仙说呀 邓小平是变态 那么你看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地方就太逗了啊 神仙说 邓小平靠卖屁股 从十几岁 他一路卖到老 卖给周恩来 卖给叶剑英 还卖给谁 我就真不知道了啊 等我审判了他 那我到时候再告诉大家 这就是说呀 邓小平啊 这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啊 伟大的无产级革命家 政治家 还军事家 这个家 那个家呀 他竟然从头到尾 就是靠卖屁股 走到那么高的地位 这不是 这岂不是很变态吗 同时你看 圆圆啊 两个月亮 都高挂在天上 那么不就是两个圆圆的屁股吗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屁股啊 这个屁股 这是说邓小平啊 他把自己的屁股 高挂在天上 让全天人都看到 这是说呀 中顾委那帮高层 都知道邓小平是卖屁股的 那么你说这件事 是多么的变态呀 所以神仙直接就概括了 邓小平的一生 就三个词啊 傻逼 玻璃 变态 因为这里啊 有如此传身的含义呢 所以我必须讲出来 否则就浪费了神仙的一番心思 而当我讲明白这个之后 大家对邓小平啊 就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邓小平的一生就六个字 傻逼 玻璃 变态 好了 讲完这个呢 我们又进入今天的故事啊 第三十七章 鬼王夜夜 唐三藏 悟空神话 隐婴儿 唐僧坐在宝林寺 禅堂中 灯下念经 到了三经时分 这就是江主席时代 灯下呀 那就是 灯光非常昏暗 真没小小灯吗 这就是说 江主席时代 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啊 还是邓小平的天下 唐僧念的经是啊 梁黄水颤 孔雀真经 这是两本经书啊 这两本经书什么意思呢 此时你要看 江主席他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当时啊 邓小平死了 那么江主席 他多少拿出了一些权力 他急需解决的问题 也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思想领域 一个是物质领域 思想领域 就是邓小平的全盘西化 物质领域 就是国企 被朱镕基大规模弄破产 尤其东北 这问题最严重 太多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了 江主席此时 急需解决这两个问题 那么他怎么解决呢 他必须向历史中 寻求经验 因此 梁黄水颤 和孔雀真经 一个就是思想领域的历史 一个就是物质领域的历史 我先说梁黄水颤 这个就是新中国时候 毛主席批判梁树明 他这个字啊 中间这个字啊 念树 但是呢 因为我一直习惯发音 念书 所以说我以后就说梁树明了啊 省得大家 要不我说的不顺畅 就说梁树明啊 1953年9月11日 梁树明发言 话题依旧是 如何贯彻好总路线 他谈了三点内容 最后一点是农民问题 他说呀 有人说工人生活在九天 农民生活在九地 有九天九地之差 在我国建国运动中 忽略了中国人民的 绝大多数农民 有些人说你们入了城 嫌弃农民了 这有问题 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都是梁树明的话啊 9月12日 梁树明等代表又参加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在会议上 彭德怀首先对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情况 做了汇报 之后毛主席发表了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 毛主席将照顾人民 称为小人症 发展重工业 抗美援朝称为大人症 直言某些人提出的严重农民问题 就是在失小人症 而不失大人症 是在帮美帝的忙 这个某些人就是说的梁树明 毛主席批判梁树明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 梁树明是用笔杆子杀人 杀人不见血 这就是这段时间的历史了 梁树明这个人呢 我先介绍一下 他关键的一些事 他是1893年生人 他是所谓的民国著名教育家 他就是民国大师傅中的代表 他比鲁迅名气还大得多 他被蔡元培 聘为北大教授 你看吗 蔡元培北大 看到了吧 这一群汉奸都出来了啊 蔡元培啊 他就是西方协身的组织部长 北大都是汉奸窝 那么这个西方协身的组织部长 亲自提拔的人 提拔到汉奸窝里 那么他这个梁树明 他一定是西方协身礼部的核心马仔 梁树明被西方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牛逼吧 你只看西方怎么给这个人涂脂抹粉 你就知道他的底色了 他是标准的文化汉奸 而且是大号的头号的文化汉奸 同时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他的关键事情 1949年下秋间 梁树明 晋叶 贡嘎上师 领取了无上大手印 接受灌顶 看到吗 灌顶了 自八月初至九月初 与罗庸 谢游亮 等在晋云山上 修习 藏密功法 十一月中国文化要 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看到了吗 你要看关键时间点 1949年下秋 这时候就是新中国马上成立了 成立之前 这个梁树明 他接受了西藏密宗 那个活佛的灌顶 这玩意儿 就算不是多事啊 那也是他被灌输了一些写法 在他的身体里面 然后梁树明就写出来 中国文化要义 你看到了吗 我前面解读了啊 文明文化宣传教育 本质区别 而你看梁树明 他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同一时刻 他就写出来了 中国文化要义 这是多么高的高度啊 梁树明在干嘛呀 他在给毛主席的新中国思想领域 直接套上了一层啊 满清加索 新中国思想领域 中国文化 以我梁树明为准 我就代表了满清 看到了吧 你到了这里 就完全看明白了 梁树明的真正身份 他就是西方谢神 安排在新中国文化领域的头号汉奸 而且他还接受了达赖班禅那帮和尚的灌顶 这玩意到底是什么写法呢 现在我也不知道啊 等我知道了 我再告诉大家 不过这肯定是精神控制方面的写法 所以呢 梁树明不但是文化汉奸 他还是一个被达赖班禅控制的傀儡 这样的人 他在建国后 一直疯狂宣传的一个观点 就是九天九地 本质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要中国尽可能维持在农业国时代 不要进入工业国 或者说最起码你速度慢点 时间长点 越晚进入工业国越好 这样才能维持西方 美国 苏联对中国的科技代差 这就是梁树明接到的命令 但是他打热的旗号 就是说 共产党啊 你们对工人太好了 对农民太不好了 工人在九天之上 农民在九地之下 看到了吗 他是在挑拨矛盾 毛主席一眼就看穿了梁树明的本质 那就是文化汉奸 所以毛主席直接说他 杀人不用刀 梁树明就是文化领域的蒋介石 而最后呢 虽然毛主席批判了梁树明 好像文化大革命 也批判梁树明 可是梁树明没死 他是经过了文革 到了1988年才死的 他那个时候都95岁了 你看懂了这件事 你也就马上明白了 江主席此时看梁黄水颤 那就是看毛主席 怎么对付梁树明 这样的文化汉奸 可是你看江主席看完了 能学习吗 他不能学习 因为江主席 没有毛主席那么大的威望 关键是学了也没有用 因为毛主席尽管批判了梁树明 可是梁树明他没死啊 毛主席不杀人 连文化汉奸他都不杀 这个我真的啊 我也只能说啊 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我更不可能知道 毛主席当时面临的局面多复杂 因为我怎么能到他那个地位呢 不到那个地位 我就完全不知道 他面临的什么问题 所以呢 毛主席肯定有不杀梁树明的原因 只是啊 我要说的是现在啊 西游记一直说的就是现在啊 毛主席没有杀梁树明 这样的文化汉奸 江主席当时没有 也没有办法对付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汉奸 所以他那个时代就功之大爆发 就这个功之啊 就全出现在江主席时代了 但是啊 现在可是习主席时代 习主席可不是毛主席 习主席是汉武帝 汉武帝将外戚啊 产出的干干净净 文化汉奸 其实就是外戚中的一部分 外戚就是勾结外敌的 文化汉奸 直接就是外敌的狗腿子 他们危害极为巨大 他们就是六贼啊 而六贼呢 在孙悟空一出山时候 就被孙悟空一棍子全打死了 一个没胜啊 所以啊 当代梁树明 当代文化汉奸 你们可听好了 这一次啊 可不是仅仅批判你们那么简单了 你们会掉脑袋的 大家现在就懂了啊 梁黄水颤 就是说文化汉奸 装出来为民请愿的正义倾向 其实他们都是啊 有邪恶目的的 那就是要让中国亡国灭忠 温铁军就是一个 你看他说啊 资本下乡啊 就是要解决农民穷的问题 只要资本下乡了 农民就不穷了 看到了吗 温铁军呢 他不就是当前的梁树明吗 梁树明说呀 农民待遇太差了 工人待遇太好了 梁树明也是打出旗号 为农民好 可他实际目的是让中国 永远不能进入工业国 温铁军呢 他的实际目的是让人民 彻底失去土地 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温铁军啊 你个狗汉奸啊 你不自杀就得被杀 你就等看嘛 这也是说到了啊 死兔子邓小平 邓小平提出包产到户 你看起来 邓小平对农民好 其实邓小平本质目的 是让国家被瓜分 最终人民全变成 白皮黑鬼的奴隶 关键是他还做到了 现在我们就彻底明白了啊 梁黄水颤 那么孔雀真经呢 孔雀就是孔雀的意思 这个其实是从 邓小平母产十万斤说起 死兔子邓小平 他说母产十万斤 那么都这么多粮食了 可是大家到了吃饭的时候 人民一看 怎么没粮食了 粮食十万斤母产 他都去哪了呀 没有 没有那不就是孔雀了吗 孔雀真经 是说的三年大饥荒真相 这就是告诉人民 三年大饥荒啊 是邓小平人为制造的 可不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 那是死兔子 要通过饿死大量中国人 逼毛主席彻底下台 然后让中国亡国灭种 他最终不是把这个责任 都退给毛主席了吗 同时你在江主席时来看 江主席面临的问题 和毛主席面临的问题一样 当时朱镕基推动的 国企破产 工人下岗 朱镕基他打的气号是什么呀 他说国企啊 没有效率啊 大锅饭啊 人浮于事啊 亏损啊 总之你们必须破产 那么国企破产 工人下岗真相是什么 那就是当年邓小平 人为制造三年大饥荒 是本质一样的 国企根本不是 朱镕基说的那样 他欺骗了人民 这就是孔雀真经 江主席是通过批判梁书明 和看清楚三年大饥荒真相 来寻找解决 当前问题的办法 他要消灭工知 恢复国企 可是结果呢 他没办法 所以呢 唐僧就把这个经本啊 包在囊里面 这就是说 江主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只好不提啊 批判梁书明 和三年大饥荒真相 这件事啊 要这么理解 尤其是啊 大家要结合现在 这一刻来看 这就是说呀 如果江主席 能解决掉工知 能恢复国企 那么他也会从 思想理论界开始 他先要宣传 为什么批判梁书明 以及三年大饥荒真相 可是他当时 能这么做吗 他不能啊 所以他只能把这个经本 藏好了 同理呢 这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到现在 其实这说的都是现在 现在 习主席 要解决 历史遗留的 那么多问题 也会从 思想宣传领域下手 因此呢 大家就看到了 我的一系列视频 我的视频呢 你就看啊 方方面面的 全都说到了 那是不留死角啊 今天就说到了 梁书明 这个玩意 我以前都不知道 他是干嘛的 今天我看了一下资料 一结合西游记 我对梁书明的认识 直接是看到 他的骨髓啊 西游记 真的很神奇 现在的我 其实不是解读西游记 而是西游记 本身带着我学习 我是通过解读西游记 才知道梁书明本质 而不是反过来 你看呢 我今天说到了梁书明 那么你看 是不是他准确对应了 温铁军 对应了现在几乎所有 大击党 比如金灿荣这帮人 对吧 那我提到了他 是为什么 显然是习主席 早晚要解决掉 这帮文化汉奸 大家懂了吧 江主席时代 没有做到的事 习主席时代 一定会做到 因为我们现在啊 是开启 未来全新的3000年 我们不把旧时代的垃圾 彻底打扫干净 那就好像新房子里面 你刚装修完 那么遍地都是狗屎 你怎么能住得进去呢 这帮六贼啊 就是遍地的狗屎 因此大家放心啊 未来几年 这帮文化汉奸 都会被处理 温铁军啊 金灿荣啊 你们不知道 看不看我视频啊 也许你们下的 根本不敢看 但是不管你们看不看 都没有用 你们下场 已经啊 已经注定了 不死杀 就等死吧 我们继续看下面情节啊 江主席收起了经书 就是他解决不了 当时的问题 这时候 屋外吹起来狂风 这个风 就是邓小平搞出来的 全盘西化 全部私有化 这个邪风 唐僧恐怕 风吹灭了灯火 这个灯火 就是中华文明的 最后一点希望 江主席要保住 他怎么保住呢 他就用偏山的袖子 遮住了灯火 偏山呢 此时就是欺骗的意思 那么你看 这就精准对应了 江主席 以欺骗的手段 骗过了 邓小平为代表的 所有罕见 他保护住了军队 电力 铁路等等 中国的根基 而藏在袖子里 就是外人看不到 这个外人呢 就是比如 朱镕基 温家宝什么的 始终无法插手 军队铁路 电力 这些领域 同时外人 也是老百姓 老百姓也没有看出来 这些领域的本质不同 大家懂了吧 唐僧 合眼朦胧 但是心里明白 这就是说的啊 江主席表面上 游嘴游舌 甚至显得 不那么聪明 实际上 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一切 他表面的糊度 就是欺骗敌人的伪装 这时候 他就听到 阴风萨萨 这个萨呀 你看 他这个字啊 是左边立 右边风 就是把风立起来 风是思想领域 那么阴风 就是死人的风 这就是说啊 江主席时代 满清 卷土重来 满清就是死人的 环珠格厄 这部电视剧 就是1998年开拍的 正好是郑有名死后 是江主席时代 这就是社会上啊 满清 明着来了 以前还按着 现在就明着了 这就是阴风萨萨 下面就是对阴风的描写了 我就不解读了 这实在是太细节了 我说到这个江主席时代 大家其实已经知道的 差不多当时的情况了 总之呢 这个风 他主要是满清 但是同时这个时代 也有工薪思想出现 就是社会上 有人怀念 毛主席时代了 这都在这股风里面了 但是我们看结果啊 那就是啊 这个风吹的呀 中古楼台 汉洞根 这就是说 中华文明的根基 不稳了 风就熄灭了 唐僧此时已经睡着了 他睡梦中 看到门外 站着一个汉子 此时啊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个汉子是谁吧 他就是毛主席的灵魂 那么 唐僧他就欠身说话 你看啊 这就是江主席 对毛主席的尊重 他说 你是不是妖魔鬼怪啊 怎么来到我这里 如果你是妖魔鬼怪 你就快走吧 我有三个神通广大的徒弟 他们专门啊 降妖出魔 这个汉子 以定禅堂 你看这四个字啊 禅堂是代表了 国家最高权力 以定呢 这是说 说的不是物质领域 而是思想领域 这是说 毛泽东思想 来到了江主席时代 汉子说呀 我不是妖魔鬼怪 你看我一眼 唐僧仔细看 就像这个人啊 头上冲天官 腰里碧玉带 身上褶黄袍 脚下无忧礼 手中白玉龟 这就是描写真正皇帝的 他面如啊 冬月长生帝 这个就是冬月泰山 这就是说呀 毛主席宛如泰山 行似文昌开化君 这个更形象 这就是毛主席建国后 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此时呢 满清民国三百年 中国遍地文盲 正是因为呀 人民都是文盲 所以民国大师傅呀 他们认识了几个字 就牛逼起来了 他们就装大师 为什么民国那么多大师 那就是因为 人民都是文盲 这就好像啊 一群五大狼 全都一米二以下 那么一米四的潘长江 他就是著名大师了 但是你把潘长江 放到现在 现在小学生都一米五六了 那么潘长江 他还能算大师吗 新中国经过扫盲之后 一路发展到现在 你看啊 钱李群这样的人 还想和鲁迅时代一样 就民国时候啊 他一样骗人 他们骗得了吗 他真的骗不了 所以呢 新中国之后 就不会再有民国大师傅了 那群所谓的民国大师 根本不是大师 他们就是潘长江 一样的小丑 只是因为啊 满清民国制造了中国遍地文盲 所以呢 骗子摇身一变 他就成为大师了 毛主席经过扫盲运动 让人民都开化了 那么大师自然也就装不下去了 这个汉子 就是毛主席的在天之灵 当然啊 江主席时代 毛主席的灵魂 还被邓小兵搞出来的 邪恶定魂装锁住 毛主席的灵魂呢 就没有办法回到天上 他只能来找江主席 这个地方啊 大家可别按照我说的啊 这样理解 你真以为 毛主席灵魂 托梦给江主席 这个可未必啊 因为啊 我估计这不可能啊 为什么呢 因为江主席 他是凡人 凡人没有能力 接受这个神仙的托梦 我说的是啊 当时的社会情况 民间出现了 怀念毛主席的思想潮流 唐僧用手去搀扶 却扶了一个空 这就是说 毛主席 他是灵魂的存在 或者说 这就是思想潮流 他不是物质领域的事 唐僧问 你是哪里的皇帝 是不是你的国土不宁 缠尘欺虐 半夜逃生到此 这不就是说 毛主席去世之后的中国吗 这个时候 这个鬼魂就流泪说话 那么他说呀 这时候我就说 这鬼魂就是毛主席了 我直接用毛主席来代替了 他说呀 我家住在正西 正西就是向历史的上游 距离这里呢 四十里远近 这就是四十年 或者四十年左右 那么你看啊 江主席 他是1989年 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 虽然此时 邓小平还没死呢 但是总书记 他名义上 肯定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吧 那么江主席呢 他还是1993年 成为国家主席 你从1993年 向前四十年 就是1953年 这正是刚打完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之后 新中国才真正独立 之前呢 一直受外地威胁 所以啊 你从1989年 和1993年 这两个时间点 向前四十年 都说的是 毛主席建立新中国 这就是四十年 四十里远近 毛主席说呀 这个国家 是我建立的 叫做乌鸡国 什么叫乌鸡国呢 这个就是 无产阶级的国家 这个意思 这就是乌鸡国 大家懂了吧 接下来呀 就是江主席 和毛主席的对话 其实主要是 毛主席在说 江主席问呀 毛主席 你怎么这么惊慌啊 为什么呢 毛主席说 我这里五年前 天年干旱 草子不生 民节饥死 这个地方啊 我必须给大家说明白 否则大家没办法理解 毛主席 他现在说的 不是自己那个时代了 这句话 大家要知道啊 毛主席是神仙 他看得到未来 他说我这里 这里是哪里啊 就是江主席 关键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1989年 一个是1993年 五年前 是从这两个时间点 向前算 那么就是1984年 这是死兔子邓小平提出啊 经济体制改革 另一个是1988年 这里说的其实是1987年 死兔子邓小平提出 政治体制改革 毛主席说的是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一发生 那么之后的中国 就会陷入灾难 人民大规模死亡 邓小平疯狂执行计划生育 中国人事实上大量减少 只是人民当时感觉不到 那么你现在看 这个严重后果早就出现了 这地方我不展开了啊 大家自己去看看新闻 多思考都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 毛主席特意提到这两年 就是告诉人民 这两年 他堪比 怎么说呢 那个三年自然灾害 只是他 这个危害啊 他是给拉长了 江主席说 那么你应该震灾啊 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呢 毛主席说 我国库空虚 这个时候时间就挑战到了 毛主席时代 三年大饥荒时候 你看后面说的啊 如此三年 何枯仅何 那就是三年大饥荒 而此时你看啊 文武两班停奉路 寡人善食亦无荤 仿效与王治水 与万民同受干苦 这就是说的 毛主席当年 就是那三年呀 他和人民一起受苦 他身为国家主席 他都不吃肉了 他的身体都 就是怎么说呢 就浮肿了 又在这个时候 钟南山上来了一个全真 全真就是道士 他就是满清 这个钟南山是什么地方呢 你听过那么一句话吗 钟南山上有神仙 钟南山来的道士 他代表了神仙 这个地方说的不是神仙 而是人间长生不老的人 其实就是九转灵魂来了 那么他是谁呢 他就是周温来 恩来恩来 来了恩多次了 你注意啊 这个周温来说 自己能呼风唤雨 点石成金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神仙手段 此时这个意思是啊 周温来对当时 共产党内高层干部 透露了夺赦的秘密 你看后面写的啊 道士先见文武多官 后来见我 这就是说 周温来 他背着毛主席 先在共产党高级干部 高级官员这个层次 以夺赦为诱饵 拉拢了 诱惑啊 拉拢了一大堆高级官员 然后 这件事他做完了 他有了自己的山头了 他才来见毛主席 这时候你就完全理解了啊 为什么官僚集团 迅速被周温来全拿住了 你要知道啊 毛主席建立新中国 当时大量干部 是军人软业到地方当官 而军人那个时候 可都是枪林待遇里面出来的 他们出身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啊 他们当让官了 他不可能一瞬间 都被周温来拉拢走 可是周温来 他用长生不老这个诱饵 抛出去 谁都抵挡不住 于是官僚集团 官僚体系 迅速成为了周温来的私人班底 此时面对这个情况 毛主席也没有办法了 他就请周温来登坛作法 这就是周温来牛逼起来了 毛主席压制不住他了 于是就降下来大雨 毛主席说下三尺 三尺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1930年 毛主席建立了中央苏区 可是周温来 他又多下两寸 两寸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到了1932年 这一年呢 周温来急急忙忙跑到中央苏区 夺权成功 之后那就是中央苏区丢了 红军开始长征 这段情节意思就是啊 周温来当年在中央苏区夺权 他背靠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就是这个时候的中南山 他有马列这个大旗 他一举起来 毛主席没有办法 就把权力给丢掉了 然后到了新中国 三年大饥荒时候 周温来他就凭借抛出夺舍的诱饵 这个时候中南山他就代表了西方邪神了 这个长生不老就是幼儿了 他就用这个趁机拉拢了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 他又夺权成功了 大家看到这里就彻底明白了吧 为什么毛主席打造的新中国 这个官僚体系本来有大量军人 他们应该对毛主席对国家很忠诚 可是很快他们怎么都成了周温来的铁杆 那就是因为周温来能给他们长生不老 而毛主席不能给他们这个 就这个诱惑谁都扛不住啊 因此大家现在也就更加清楚了 现在可是习主席时代 这一次呢 东方实现下来 就是要彻底斩断 九转灵魂的不断夺舍 这个传承要斩断啊 如今达赖班禅这帮混蛋 已经没有了给人夺舍的能力 不但他们自己啊 没有这能力 就是人间根本不可能再有夺舍的情况发生 他们里边人都得死 因为西天门关闭了 这个西方邪神给人间的能力 夺舍能力啊 彻底没了 而我呢 也要把这些还活着的九转灵魂 全部的一个不留都杀死 所有九转灵魂 你们想想啊 所有的九转灵魂 一个都不剩啊 谁都不能夺舍 夺舍的也得死 这样才能彻底断绝 周温来邓小兵 这样的西方邪神 人间马仔 以长生不老为诱饵 迅速拉拢腐蚀 干部体系 大家懂了吧 未来三千年 九转灵魂 根本不可能存在 一个也不能有 永远也不能有 这才是上一集说的那句话 三家同会 无争静 水在长江 月在天 天地人三界 各安其位 你们 不是 每个界呀 都要自己守着自己的规矩 绝不能彼此干涉 你看最后一句话 毛主席说 我就和他八败结交 以兄弟相称 这不就是周温来一直宣传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战友 人民好总理周温来吗 你看 毛主席和周温来 这几十年来 几乎总是一同出现 只要出现毛主席 必然带出来周温来 这就是周温来的邪恶手段 而这也是呢 西方邪神 三千年一直使用的 很纯熟的一个技巧 他们早早就把孔子 孟子滚满在一起 而人民就不知道 孔子是代表公心 孟子是代表私心 他们是根本的矛盾 是绝不能捆绑在一起的 他们斗子的不是一条道 他们是相反的 周温来和毛主席也是同样如此 周温来就是利用了毛主席的伟大 隐藏起来了他的恶毒 这个毒火鬼王真是太狠毒了 你看这个标题就出现了鬼王 你要知道西游记文字是高度压缩 现在这个鬼王 这个时候是说毛主席 但是他也代表了真正的鬼王周温来 当唐僧代表人民的时候 鬼王就是周温来 周温来欺骗了人民 一路骗了好几十年呢 一直到现在 现在周温来 你也算是活到头了 这帮九转灵魂呢 真让我是愤怒又厌恶 时机一到 我神通一友 我就会把他们全部杀死 一个不留 好了 那么我们继续看看下面情节 读到这三年大饥荒啊 我必须给大家说一个名词啊 雪色茅台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三年 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 茅台酒却不断增大规模 合计产量为2079吨 按照茅台酒 粮食酿酒的生产 5比1的比例计算 即生产一斤酒 耗费粮食5斤 2079吨茅台酒 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约等于茅台酒的产地 人怀县 20万人口 三个月的口粮 如果不酿酒 能够把更多的人 从饥饿死亡的脑子中拉出来 在这个时间段 酿到的茅台酒 被称为带血的茅台 因为它是用许许多多 底层人的生命换来的 你看看西游记原文 寡人膳食亦无婚 这是说 毛主席在这三年 连肉都不吃了 可是茅台酒还在疯狂生产 那么生产茅台酒 就消耗了大量的粮食 这些茅台都是谁喝掉了 这不就是死兔子邓小平 独火鬼王周恩来 还有军阀许是有叶建英 这帮汉奸卖过的 他们喝掉了吗 你就从这三年茅台酒大量生产 你就知道 死兔子邓小平 鬼王周恩来 是什么货色 他们都是人间恶魔呀 他们不但自己是恶魔 他们还培养新的恶魔 他们直接把官僚集团 打造成了自己的帮凶 自己的羽翼 和他们一起呀 欺压老百姓 所以呀 九转灵魂都得死 官僚集团必须人人过关 谁都逃不掉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故事 接下来呀 毛主席说到 我和周恩来同寝室 只有两年 这是说的两次 哪两次呢 一个是遵义会议之后 周恩来丢失了权力 毛主席拿到了权力 然后毛主席就一路建立了新中国 另一个是抗美援朝胜利 这也是周恩来彻底丢失了权力 毛主席拿出了权力 但是在外人 甚至共产党内部人看来 毛主席和周恩来 他们一直是一起的 甚至是一体的 这就是同寝室 接下来呢 遇到了阳春天气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起来了 1966年到了 红杏开花 还有啊 王孙游春赏丸 这个其实是说呀 当年红卫兵大串联 这段历史啊 其实我也没有经历过 1966年还没有我呢 那个时代 红卫兵小将全国串联 这个大家知道的自然知道 不知道的去搜一下历史看看 我就不展开了 这个阳春天气 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毛主席觉得啊 国内局势就变好转了 毛主席认为 他通过人民 主要是通过年轻学生 红卫兵小将 控制住了全国局面 那么表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文武归牙 妃嫔 转院 文武就是官员 能真正开始做事了 妃嫔呢 这个就是文人 他们转院了 不是说他们从这个 呼吸科转院内科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他们不再歌颂满清 而是改为歌颂文化大革命了 这个时候 毛主席和周恩来 携手缓步 来到了语花园里 这就是中国政治最高层 其实这个地方啊 就是毛主席 生活办公的地方 这地方是哪呢 我查了一下啊 就是好像是 中南海的 菊香书屋 毛主席好像 生活工作在这个地方 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这说的是网上资料 这个地方 大家理解为 中南海就完全准确了 他们走到八角流利井边 周恩来 他把一些东西 扔到井里面 井里面就放出万道金光 毛主席向里面一看 周恩来就把毛主席 推进了八角流利井 然后他用石板 盖住井口 上面放上泥土 同时他把一株八角栽栽在上面 这什么意思呢 我具体给大家解释啊 八角是什么 他是红军的八角帽 这是代表了红军精神 流离那就是流下离开 这是说到了这个时候 红军精神就分开了 官僚以周恩来为首 而毛主席他和红卫兵呢 他们代表了红军精神 那么周恩来他就代表了反面 井就是陷阱 周恩来扔进去宝贝 然后井里面就有万道金光 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后期 周恩来挑动群众斗群众 全国人民无数派别 都觉得自己最革命 那么革命的打革命的 全国到处都是武斗了 武斗那就是金光万道 看起来一片革命浪潮啊 席选了全中国 而这一切呢 都是中国来的阴谋 他怎么骗毛主席 就是这么骗毛主席的 毛主席不希望人民内斗 他要平息人民的内斗 甚至更关键的啊 共产党内部 尤其是高级官员 更尤其是军队也分派别 军队斗起来 可就是惊天动地了 这不就是内战吗 所以这就是周恩来 他不断挑动军队内战 那么毛主席就要平息这些 于是毛主席就上当了 因为周恩来会说 毛主席啊 老年糊涂了 你们这些军队高级官员啊 你们听毛主席的 那就内斗不断 我们都是红军啊 我们都是八路军啊 我们都是解放军啊 我们不能自己打自己啊 他懂了吧 于是呢 这样很多中间派 就是不知道 九转灵魂存在的这些凡人 也就被周恩来拉拢了 这就是周恩来 扔进井里的宝贝 说到这里啊 我必须停一下啊 大家听我说毛主席时代 往往会忘了现在 你要时刻记得 神仙讲西游记 从来都是针对现在 尤其是针对五年大凡府 这个特殊时期来讲的 这地方是说 习主席时代 绝不会出现 毛主席时代 同样的事 就是那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间啊 这也是说 习主席的五年大凡府 人民不会被动到 五年大凡府 精准针对官僚集团 针对汉奸卖国贼 还有九转灵魂 这一次啊 他们这帮人 妄图学习周恩来 也来个挑动群众 斗群众 那根本不可能 因为习主席不是毛主席 习主席时代 也不是毛主席时代 习主席的五年大凡府 也不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点呢 我代表神仙呢 不但是要讲给人民知道 人民啊 只会享受到习主席时代 爆发式增长的物质财富 而绝对没有半点社会动荡 出现在民间 同时呢 我更是专门讲给啊 汉奸卖国贼和官僚集团听的 你们想学周恩来 再来一次挑动群众 斗群众 你们就别做梦了 你们根本不可能实现 甚至你们刚有这个念头 你们就先被抓 先死 因为啊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节之 而我再告诉九转灵魂集团 我杀你们 也有时间先后顺序 现在谁捣乱 我先杀谁 不信你们就试试啊 你们做的事 甚至你们想的 神仙都知道 你们不信 就来挑战一下吧 你看看 是不是你先死 好了 这段话很关键啊 我是对现在这一代人说的 说完这段话呢 我们就继续看啊 周恩来 把毛主席推下井里 这就是毛主席被软禁了 然后他用一株芭蕉 栽到上面 这什么意思呢 芭蕉 它是芭蕉的谐音 芭蕉 代表了革命精神 此时 就是1973年 毛主席被软禁了 但是人民不知道啊 人民还以为 从中央发出的命令 是毛主席发出的 但是人民不知道 八角代表的红军精神 已经被芭蕉给取代了 芭蕉代表的 就是汉奸精神了 人民以为 芭蕉就是芭蕉 这就是周恩来的恶毒 你看后面那个栽子 就是栽赃陷害的意思 大家懂了吧 最后毛主席说 可怜啊 我已经死去三年 是个冤居之鬼 这就是说 毛主席去世之后 这是说的 毛主席去世之后啊 他说他生前呢 最后三年 已经失去了自由 更不能发出命令了 这段情节的深刻含义 大家现在就彻底明白了 这个周恩来呀 太恶毒了 其实呢 我每次说起邓小平啊 刚才说了那么多次啊 我真觉得啊 这个邓小平 他就是一个死兔子 是个废物 一个蠢货 一个老混混 但是我每次提到周恩来呀 我都感觉到 这个周恩来 此人好像一条毒蛇呀 他一直躲在暗处 随时准备出来 对人发出致命一击 现在啊 到了这个时代 到了今年呢 周恩来呀 你好几百年寿命吧 你真的就到头了 我相信啊 你一定在看我视频 那你就好好看看 你几百年寿命 可未必有我长 我应该是从封神时候就存在 这都三千多年了 甚至我活得更久 那么你想一下啊 几千年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酷刑 没有我不知道的 而我会把这些酷刑啊 都一一的用在你身上 你还晕厥不过去 因为那就是直接作用在你的灵魂上 你会清醒的受刑 你想到这点 是不是特别开心快乐啊 那你就多快乐几天吧 也呢 多喝点茅台酒啊 如果你还能喝到的话 我很快呢 就会去见你了 我要把你啊 这条毒蛇呀 彻底杀死 扎也不剩 然后你就会啊 一万年都在地狱里面受刑 少一年都对不起 被你害死的无数中国人 好了 那么不说这般混蛋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情节 接下来一段情节呢 含义十分微妙 这个地方啊 我说的就是我说的啊 大家要感受 未必呢 你的感受和我一样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大家自己去领会 此时江主席说 毛主席啊 既然你三年前被周恩来软禁了 那么文武百官 三公皇后 怎么找不到你 你也不说话呀 毛主席说 周恩来他在花园内摇身一变 变成了我的模样 这就是说 1973年毛主席被软禁之后 中央的一切命令 是周恩来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发出去的 我具体举个例子啊 周恩来就是在啊 1973年迫不及待地成立了 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而当时人民都以为 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当时啊 民间还流传一句话啊 人民说 毛主席可真是厉害呀 他连人民生孩子都管 这个以前皇帝都不管 现在毛主席都管到了 看到了吗 人民被周恩来骗得死死的 周恩来做的一切恶 他都说是毛主席做的 然后毛主席说呀 战我江山 暗清我国土 此时说的就不只是周恩来了 这连邓小平都包括进去了 这已经说到了啊 邓小平时代 暗我江山 这个大家都懂得 周恩来软禁了毛主席 然后呢 邓小平明着夺权了 可是暗中请对我国土 这个地方就涉及到啊 具体的边界划分了 这个资料我是一点也没有啊 我也没办法说 这是明确说到 周恩来和邓小平 暗中割让了中国的国土 同时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含义 这就是啊 他们这帮人啊 周恩来和邓小平啊 他们在中国内部 拼命培养宗教势力 你比如周恩来搞出无数地方自治 这个自治县啊 那个自治州啊 还有自治区的 然后你看啊 邓小平时代 他明着提升少数民族的权利 他呀 尤其是提升回族 维吾尔族 藏族 蒙古族 他们的权利还有满族 你看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孙中山的五族共和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 其实就是直接以民族划分地盘 最终分裂中国 可是他没有实现 结果死兔子邓小平 差点就把这个孙中山的一致给实现了 你说这个死兔子邓小平啊 他的目标就是这个 所以呢 死兔子邓小平在上一集 对西方邪神做数值报告的时候 他在说他是小便不是大便 如果邓小平大便 那就是中国事实分裂了 就亡国了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暗中侵略了我们的国徒 这个时候江主席就说 毛主席啊 你也太懦弱了 你看啊 江主席也觉得毛主席有点懦弱 毛主席就问 我怎么懦弱呢 其实这段呢 是神仙开的玩笑 因为神仙呢 老是拿江主席开玩笑 所以呢 这时候大家就轻松一下 因为啊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习主席的全新时代 这个时代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我们可以说 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我们是胜利者 白皮黑鬼都是失败者 所以呢 我们可以带着轻松的心情 看过去历史了 你看啊 此时你就想一下啊 毛主席和江主席啊 他们俩坐在一起啊 一边喝茶 一边轻松聊天 互相打趣 江主席说啊 毛主席啊 我觉得你 我都有点懦弱了 可没想到啊 你比我还懦弱呀 你被周恩来软禁三年 你怎么不去告他呀 你去地府告他呀 毛主席就说啊 江主席 你是不知道啊 周恩来神通广大 他和成皇一起喝酒 和海龙王友亲 冬月天祺是他好朋友 时代阎罗是他的一兄弟 我状告无门啊 这个地方 我就要给大家详细解释了啊 这里每个神仙 都是有具体代表的 成皇啊 就是土地神 这个地方说的不是神仙 这是说人民的思想领域 周恩来几十年来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人 他是完美无趣 他身上一点缺点都没有 人民根本无法接受 周恩来是最大汉奸卖国贼 人民真的是三岁小孩至上 他们以为啊 周恩来就是亲爹亲娘 比亲爹亲娘还好 他们对周恩来对自己啊 可是太好了 那你说 如果毛主席对人民说 周恩来是大汉奸 那起码一半人民感情受不了啊 所以说毛主席就没法说吧 海龙王 这是说海外势力 海外全是白皮的势力 他们玩命在国际上美化周恩来 那把周恩来夸得花儿一样 所以如果毛主席对周恩来动手 国际舆论也会哗然 毛主席呢 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冬月天奇 这个是说人间泰山 这代表了最高权力 这里有两个意思 因为此时人间是西方邪深统治 所以冬月天奇代表了西方邪深 认可的法统 周恩来他是西方邪深选中的人 毛主席推翻他困难很大 而且这里还说到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适时拿出中国的最高权力 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冬月天奇 他邓小平和周恩来是互相迈屁股的老情人 邓小平时代玩命美化周恩来 人民又被欺骗的啊 找不到呗 最后时代阎罗 这个就非常非常关键 这最关键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 时代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代不是说十个时代 这是时代的意思 就是这个时代是当代 阎罗就是地府 他意味着死亡 时代阎罗是说呀 在毛主席那个时代 还是西方邪深统治人间 所以罗社这个事 他都存在了三千年了 因此毛主席即便杀死周恩来 可周恩来肉体死亡 他的灵魂会夺杀到新的身体 真正的周恩来 他不死啊 这个时代阎罗 你都可以理解为达赖班禅 他们掌管夺术的能力 所以周恩来 怎么都不会灵魂死亡 因此呢 达赖班禅 就是周恩来的异性兄弟 我估计他们当兄弟 都好几百年了 说到这里啊 大家也明白了啊 其实也是我明白了 就是我这一世的身份 或者说职责 就是这个时代的阎罗 我来人间是掌管死亡的 我就是让这些呀 总也不死的九转灵魂 彻底死去 所以我就是阎罗王啊 我就真是服气了啊 这个时候我也明白神仙意思了啊 这里神仙是让我告诉凡人啊 任何人你们不要接近我 不要试图利用我 获得什么好处 因为我是阎网爷啊 谁接近我 其实带给你的只有死亡 因为我只能送你去地府 别的能力我也没有啊 我送不了你去别的地方啊 看来啊 我是离这个拥有神通 越来越接近了 因为我在不断的说明我的身份 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 我是时代阎罗呀 现在我就知道了啊 那可能就是神通快有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再说句题外话啊 现在竟然有人呢 敢冒充我的名义 四处加好友 加群 异图行骗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啊 你们真是不怕死啊 阎网爷的名字也敢冒充 我再和大家说一句啊 我早就不能在群里发言了 我也不能加群 我更不会加任何人好友 所以啊 凡是以我的名义 加你好友的 还在群里发言的 都是假货 他们真的是自寻死路 只是呢 老实说啊 我也不知道啊 这帮人是不是我去杀死 如果都是我杀 那太多了 我都有点忙不过来了 这应该会有人间的法律 制裁他们 这个我不管了啊 大家要自己提高警惕 你只要知道 我绝不加好友 你就可以了啊 别上当 好了 这段话是毛主席解释 自己不是懦弱 而是当时局势 他也拿周恩来没有办法 毛主席呢 为了国家大局考虑 他就没有杀死周恩来 我再解释一下前面啊 城隍 这个本质含义是人民 但是他还有一个含义 他是地方基层官员 这地方是说呀 地方基层官员 都被周恩来 以利益拉拢了 喝酒啊 就是酒肉朋友的意思 周恩来那么多茅台 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都喝掉啊 他就靠着这些呀 拉拢各种层次的官员 基层更是不放过 比如省部级啊 地市级啊 县区级啊 这些啊 都被周恩来 以酒肉 以利益来拉拢了 然后呢 冬月天旗 还有个解释 那就是党内的规则 或者说规矩 周恩来 他也是按照党内规则 选举出来的 如果毛主席 贸然杀了周恩来 那就是不守规矩 而这个规矩呢 他是周恩来定的 这个周恩来定了一堆啊 有利于自己私人利益的规矩 这也是冬月天旗 是他好友的含义 好了 那么这一集呢 就将毛主席和周恩来之间的事 解释了清清楚楚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